看起來像國中生年紀的女孩急忙的跑道派出所前 手指著前方三十公尺處有機車起火燃燒 員警出去查看後立刻跑回所內 提著三支滅火器急奔現場 員警到場看到機車冒出熊熊大火 立刻用手上面火器噴向起火點 迅速的在三十秒內撲滅火室 火勢猛烈把整台機車燒得只剩下股價 就連停在一旁的貨車車尾也遭受波及 機車車主道場表示 這台機車在三月時以一萬八千塊的價格 賣給一名曾姓男子 只是他到現在也才付了八千塊 所以機車才沒過戶到曾姓男子名下 警方調查這起機車起火案件 不排除是人為縱火 但排除所就在起火點不到三十公尺距離 如果真的是人為縱火 嫌犯也未免太大膽 介紹陳廣睿 李孟章 帶軍於台中報導